绿顿一群汽车开出来 一名男子却突然快速闯过马路 一辆汽车根本来不及反应 硬生生撞上去 汽车闪避不及惨摔 后方骑士也赶紧绕开 因为骑士血流如注 当场死亡 再看一次画面 竟然是行人违规撞机车 离奇车祸 而违规男子竟然是 北科大知名教授卓清松 事故发生在2号晚间10点 台北市新车南路一段 67岁卓姓男子 疑似为了赶公车 从巷子狂奔出来 31岁念性骑士 又刚好骑车经过 被行人撞倒 飞到芬格岛当场死亡 而卓清男子发现情况不妙 想要逃跑 却被路人拦下 没想到他却理直气壮的说 是骑士撞到他 还要对方赔偿 回到现场 还有血迹遗留在路边 卓清男子当时就是 从这个巷子不走斑马线 直接穿越慢车道 疑似赶公车 却意外害死一条生命 卓清松留学美国 我也是台大博士 是北科大知名教授 频频带领严众团队获奖 甚至让学校在奥林匹克竞赛 勇夺金牌 也曾经接受前副总统吕秀莲 跟前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颁奖 这回却违规害死人 反怪对方不是 如此为人失表 令警方直摇头 卓清松至今没有给死者家属 一个道歉 一直不认为自己有错 而死掉的念心歧视 家境困苦是奶奶一手带大 如今正是努力工作 打拼的年纪 却因为教授一个贪心强快 无辜丢了性命 接下来刘世伟 李杰TV报道